为了破除一般民众对失智症的迷失和偏见 吉安湘公所今年度再次和慈祭医院合作 2号上午在湘利图书馆举办了 与您相约认识德曼莎沙发讲座 除了透过不同失智病存的长者和家属 以面对面方式在现场和民众互动 也透过影片分享 让大家看见失智患者的存在价值 还有照顾需求 好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不 这就是你招的 头间是这样 奇怪 我的妈妈的个性怎么改变 吉安湘长游淑珍正在台前 与现场民众分享 陪伴失智症家人的亲身经历 为了破除一般民众对失智症的迷失与偏见 2号上午 吉安湘公所 今年再度与慈祭医院合作 在湘利图书馆办理与您相约 认识德曼莎沙发讲座 面临高龄化的时代 70岁以上的党者在吉安 几近9400余人 失智症是一个浅诚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吉安湘建构了34个健康站 跟关怀据点 我们千奇跟持续一起共同来了解 共同来解决问题 共同来做关怀 各位乡亲 请把专业的医疗交给我们的专业 请把亲情留在自己的身边 所以我们早一点发现问题 可以早一点的来作为一个配套的解决 刺激医院失智共造中心 这是除了邀请世卫部同失智病程的长者及家属 以面对面的方式在现场和民众互动 也透过影片分享 让大家看见失智患者的存在价值及照顾需求 因为这一二十年来陪伴失智家庭的过程 我逐渐的会体会到 光只是在社区用宣导的方式 或者办理一些互动式的活动 其实还是很难让他们去理解 失智的这个疾病跟照顾的历程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实际的 让这些个案跟家庭来分享 那我们也透过去记录他们整个生活的照顾 那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更真实的去呈现 也比较能够达到它的意义 像我自己家里也有失智的爸爸 我也在想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我能够去看到其实我不孤单 我也可以有信心的继续陪伴下去 像长游淑珍表示 既然是一个全灵友善环境 像公所也会持续推动实质友善活动 希望能让年长者有尊严的在地延缓老化 并透过讲座的办理 唤起大众对预防失智症的悠患意识 记者徐立琴 截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